大家好,今天我要和美玲一起来聊一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生活 我住在澳大利亚,然后请美玲老师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美玲,我住在加拿大,然后我的channel是A Cup of Chinese 在我的channel里呢,我会和大家分享vlog,还有各种话题来帮你学习中文 然后今天我很开心和肃清老师一起合作 我们会比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是的,请大家去关注美玲老师的频道A Cup of Chinese 然后她所有的视频也都是用中文的,对不对? 对,对,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听力材料 好,谢谢 好,那对,我们今天想聊一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因为我常常觉得这两个国家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的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人很喜欢移民的国家,我觉得 对,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比一比这两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更好? 好的 对,今天今天我们说四个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是关于饮食食物 对不对?然后第二部分是关于天气 所以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请大家去美玲的频道去看 好,OK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饮食 OK,好,我的话 我是觉得澳大利亚的东西特别多元 就是什么国家的都有 然后我觉得也特别好吃 我非常非常满意我在悉尼可以吃到的东西 你呢? 我觉得在加拿大也很像 在加拿大也有各种国家的食物 因为加拿大有各个国家的移民 所以它的饮食非常多元 然后我平常喜欢吃韩国菜 还有印度菜 所以在我家周围有很好吃的韩国餐厅和印度餐厅 所以我吃得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俩的口味特别不一样 为什么?你喜欢吃什么菜?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 我的口味更清淡一点 我不太喜欢韩国菜和印度菜 我喜欢吃泰国菜 越南菜 我觉得我也喜欢吃泰国菜和越南菜 我喜欢泰国菜 你是不是喜欢吃pattai? 对 对 对 我喜欢吃pattai 甜甜的 你看我又不喜欢 因为它有一点点甜 对 但是我也喜欢泰国的叫什么 叫东银公汤 东银公汤 那个是最好喝的 太好喝 对 我只是不喜欢甜的 我觉得酸的辣的我很喜欢 对 我也是 我觉得酸的辣的很好吃 对 但是我觉得加拿大的饮食和澳大利亚的饮食会有一个区别 我觉得在加拿大你们会有很多南美的菜或者说墨西哥的菜 对不对 我们没有 对 这很神奇 因为墨西哥菜对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很流行 对 在澳大利亚如果你要吃墨西哥菜有一点麻烦 没有很多 嗯 那在澳大利亚还有什么菜比较流行 比较常见 日本菜 中国菜 日本菜和中国菜也很多 还有希腊菜也挺多的 对 然后还有 有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非洲的菜 埃塞尔比亚的菜 然后 基本上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 但是最多的是亚洲菜 嗯 嗯 这个挺挺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在加拿大 因为我住在多伦多 嗯 嗯 亚洲菜非常流行的确是 嗯 然后 刚才我们说墨西哥菜还有中东菜 嗯 也也很常见 对 我想想还有什么 嗯 还有意大利 嗯 对对对当然当然 对对对 意大利菜 很多人都爱吃 嗯 对 对剩下的我觉得很多 在加拿大当地人 有的人会喜欢吃汉堡 嗯 比萨饼 对我来说我觉得汉堡和比萨饼 不是那么健康 所以我很少吃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明白 我是觉得我也觉得我吃的比较健康 如果没有蔬菜 我没有办法吃饭 所以我必须要有蔬菜 对 嗯 所以我去有的时候其实我去吃日本菜 很多人觉得日本菜很健康 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日本菜它没有放蔬菜 或者说它放一点点 就是就是几片叶子 然后我就觉得嗯 有一点点吃不下 因为我很需要吃很多很多的蔬菜 嗯 啊 嗯 嗯 那在澳大利亚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是什么 嗯 好问题 澳大利亚人 我问过很多澳大利亚人 他们也不太知道 嗯我想一想 我觉得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就是炸鱼薯条 就是英国的果菜 炸鱼薯条 哦 我知道 嗯 对 因为澳大利亚人也喜欢吃英国菜嘛 因为以前也是英国人 然后第二个好像是有一个菜叫chicken palm 就是就是鸡肉 然后上面放奶酪 对 但是它不是 我觉得它不是很有名很有名 对 所以你问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菜是什么 大部分的人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确定的答案 嗯 你呢 哦 这样吗 很有意思 在加拿大的话 我觉得最有名的是poutine 嗯 对 就是一般吃薯条都是油炸的薯条嘛 但是poutine是你把薯条放在肉汁里 嗯 就是它有一个肉汁里面还有奶酪 嗯 然后你会把薯条放在里面吃 在加拿大有一些poutine的餐厅 嗯 它会它可能会有几百种口味可以选 哇 比如说有的可以加香肠 嗯 有的是培根 有的你可以加其他的东西 嗯 就有各种各样的poutine可以选 嗯 所以对 我觉得这一个应该是加拿大最有名的食物 嗯 我也觉得 我觉得我不是加拿大人 但是我也听过这个菜 对 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饮食有一点像 就是都是很多元都是很多移民带来的菜 对不对 嗯 嗯 没错 好 那我们来说一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天气 天气 嗯 OK 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我去过最舒服的地方 就是天气的话 嗯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非常非常冷的时候 可能最冷最冷就是湿度 然后呢 也有很热的时候 但是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海 所以呢 如果很热一定会有风 会有海风 啊 对 所以就不会觉得没有那么热 嗯 对 对 对 所以也我觉得澳大利亚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天气 嗯 加拿大呢 加拿大 当然和澳大利亚天气很不一样 我觉得加拿大天气最有名的就是很冷 嗯 大家都觉得加拿大很冷 嗯 那我觉得也要分地方 像我住在多伦多 它它是属于呃四季分明 就是冬天很冷 夏天很热 其实我觉得和中国北方的呃天气挺像的 嗯 然后对 这多伦多的冬天有的时候最冷可能要零下二十几度 嗯 然后可能会有暴风雪 对 所以就就还挺 对 有时候挺可怕的 但是呃 我觉得这几年 加拿大就至少多伦多的冬天开始变得暖和起来了 嗯 没有以前那么冷 嗯 然后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全球变暖 对 然后这边的夏天呢 就会天气比较热 会呃最高可能要三十几度这样子 在澳大利亚是五十度 五十度 嗯 这么热吗 对 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么热 我就觉得如果你不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 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你在家里你不会觉得有那么热 我觉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热 在中国南方 嗯 啊 所以在澳大利亚的最热的五十度 嗯 呃 但是你觉得没有那么热 对 我就是觉得我的身体没有觉得很不舒服 哦 哦 对因为澳大利亚很干 很干 嗯 嗯 那我还想问就是秋天呢 因为在多伦多现在正好是秋天嘛 嗯 然后很多树的叶子都开始变成黄色和红色的 嗯 嗯 那在澳大利亚有秋天吗 没有 对 所以我不可以两个都要 我知道 因为以前我住在北京 我知道北京的秋天很漂亮 然后加拿大我也看过加拿大的照片 就是秋天的时候 哦 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 但是在澳大利亚就是 一年四季都是一个样子 没有很大的差别 嗯 哦 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天气每天都 就是天气都不会太冷 所以你比较方便出去 是的 但是像在在加拿大有的时候冬天特别冷 嗯 那你可能就不想出去了 你就想在家待着 因为外面太冷了 对对对对 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觉得因为天气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开心的 对 因为你可以去外面运动嘛 我觉得运动会让我们觉得更开心 所以在澳大利亚就是 嗯 我不知道别的城市 但是我觉得在悉尼大部分的人很喜欢运动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着说 哎我们要不要去游泳 要不要去跑步 要不要去爬山 对 就是会想说 OK我们去做一个运动 然后我会觉得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的人看起来都是比较开心的 嗯 哇 那感觉很棒 对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真的很开心 嗯 你刚才说到运动 嗯 在在加拿大 当然夏天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去游泳啊 登山 在户外运动 冬天的话 呃 很多人会喜欢去滑雪 嗯 滑冰 像呃 尤其是在户外 呃 你可以去户外的滑冰场 滑冰 嗯 或者是呃 去一些呃 比较有名的滑雪场 所以我觉得冬天虽然很冷 但如果你喜欢这些冰雪运动的话 你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对 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对 我到现在我没有滑过雪 我好想好想滑雪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很多就是和雪有关的运动 然后我是一个南方人啊 我特别特别喜欢雪 嗯 嗯 对 哦 那以后要来加拿大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如果我在加拿大有可能我也很开心 因为雪会让我很开心 嗯 嗯 对 我觉得会的 对对对 就是不一样 就是澳大利亚就是出了名的天气很好 然后有很多水上运动 因为天气不冷嘛 所以你去游泳啊 去冲浪啊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运动 对 或者你就是在公园坐着也很开心 因为天气好 对不对 嗯 哎 我觉得挺棒的 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澳大利亚看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来找我 好 那今天我和美琳对比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饮食 还有一个是天气 你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起来你更喜欢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呢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好 然后我们会聊 关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别的方面 嗯 请你们去美琳的频道去看第二个视频 好的 谢谢大家 别忘了关注我 我的频道 还有肃清老师的频道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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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